1936年12月20日 西安的高贵寺公馆 夜晚的宁静中 流动了一丝焦躁的气息 在公馆右边的房间里 蒋介石不安地踱步 这里是他在西安的 第二个口牙之处 蒋介石在这里 已经度过了十一个 漫长的夜晚 绝望中的蒋介石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在这间小房间里 蒋介石写下了三封遗嘱 一封是写给妻子宋美龄的 一封是写给儿子蒋经国 蒋伟国的 还有一封是写给 全国同胞的 我们来看看 他在写给宋美龄的 那封遗嘱中 都说了些什么 在开头 蒋介石说到贤妻爱见 并说家事并无寡念 只是惦记自己的两个儿子 蒋经国 蒋伟国 希望宋美龄能够多加照顾 视为己出 整篇的遗嘱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依恋 危急关头 他能够嘱托的人 也只有宋美龄了 危难之际 蒋介石出于对夫人和儿子的关心 安排好家事 实属正常 可是 就是这三封遗嘱 让前来给蒋介石送信的宋子文 看到了蒋介石 必死的决心 也许很多观众已经猜到了 1936年12月 让蒋介石 写下遗嘱的这道坎 就是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为了劝见蒋介石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驻扎在西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联合发动兵舰 12月12日凌晨5时 张学良和杨虎城 带兵闯入林同的华清池 活捉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 逼迫蒋介石抗日 同时还扣押了陈城 魏力皇等国民党的要员 实验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湘锡 立即将这一消息 告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 此时宋美龄正以 航空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 在寓所召集相关人员开会 听到丈夫生死不明的消息后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宋美龄晕倒了 当宋美龄苏醒之后 没有慌张 没有哭闹 他当即协同孔湘锡 连夜乘车 返回南京 一到南京 宋美龄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蒋介石已经去世的谣言满天飞 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气氛 也十分紧张 以和英清为首的军委会 已经开始部署 计划派遣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 企图借机扩大事态 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 在另一边的行政院内 以孔湘锡为首的官员 则强调和平营救蒋介石 宋美龄当即表示反对武力进攻 他恳求国民党中央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变 他反复说明 他不只是从营救丈夫的 个人意愿出发 更是从国家的利益考虑 一旦进行军事讨伐 不仅蒋介石的生命将陷于危险 西安的百姓 也将会遭受战火之灾 一部分人被说服 站在了宋美龄的一边 这也延缓了和英清原定的军事进攻 但是要促成真正的和平解决 必须马上与西安对话 宋美龄非常急切地想去西安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此时宋美龄想到了一个人 端纳澳大利亚人 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 张学良和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位 宋美龄找到端纳 要她作为信使到西安 端纳带了两封信 一封是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 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雇权大局 从公私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 另一封则是写给蒋介石的 宋美龄与蒋介石从结婚 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 已经做了十年的夫妻 对于蒋介石 宋美龄是了解的 西安事变对于蒋介石来说 必定是难以忍受的 而这封信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安慰蒋介石 信的一开头写到 夫君爱见 接下来说到 抗日乃兄平日主张 维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 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 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 至于信中说 蒋介石一贯是主张抗日 其实是写给张学良和杨虎成看的 1936年12月14日 端纳见到了蒋介石 把这封宋美龄 写于12月13日的亲笔信 交给蒋介石的时候 蒋介石已经按捺不住 心中的感动 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可是当得知宋美龄要来西安 蒋介石便告诉端纳 要宋美龄不要来 西安很危险 如果宋美龄到西安后 也被扣押了 怎么办呢 而宋美龄担心的 则是另有其事 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被扣押的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层们 依旧争论不休 最终按照何应钦的意见 要派大批飞机在洛阳街场集结 准备轰炸西安 从1936年12月16日开始 西安附近的魏南同关一带 遭到密集轰炸 一时间战员密布 形势急趋紧张 宋美龄是担心 一旦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战事爆发 两个人会挟持蒋介石 离开西安 宋美龄打定主意 要轻负西安 营救蒋介石 12月13日 张学良先后四次来找蒋介石 要求他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蒋介石却始终抗拒 做出任何妥协和承诺 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邀请下 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 国库叶剑英 组成代表团赶赴西安 12月17日 周恩来到达西安进行和平谈谈 12月22日 曾经载着宋美龄飞遍了大江南北的 美龄号降落在西安机场 宋美龄去见蒋介石 可不是空着手去的 和宋美龄一起来到西安的 还有这个 在飞往西安之前 宋美龄特意让厨房 做了蒋介石最爱吃的梅干菜 宋美龄外进高贵兹公馆的时候 蒋介石正在休息 一看见宋美龄来了 已经年纪50的蒋介石 眼泪刷了一下流了下来 蒋介石赶紧赢了上去 对宋美龄说 你怎么来了 如入虎穴以虎穴 足能看出蒋介石 对于自己当时处境是心知肚明 宋美龄可不这么想 他是来救自己的丈夫的 先得让丈夫吃好喝好 没有什么长篇大论 宋美龄只说了一句 宁抗日 勿死匕首 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 小以民族大义 敦促其改变 攘外必先安慰的政策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这一条件 12月25日 张学良在没有告知 周恩来的情况下 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 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成为国内战争 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危险关头 宋美龄也是他最放心 最值得托付的人 宋美龄这位妻子 可是蒋介石当年 一门心思苦追回来的 而西安事变中 蒋介石能化险为夷 更证明 宋美龄这位妻子 当年蒋介石 没追错 1926年 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 攫取了国民党的政务 和军事大权 1926年6月4日 广东国民政府决定 挥师北伐 同时任命蒋介石 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也许是地位的变化 和权力的膨胀 使蒋介石的择期标准 有了新的变化 也就是在随后的半个月 1926年6月30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王仿大三姊妹 这大说的是宋家的大姐 宋爱玲 三指的就是宋家三妹 宋美玲 这也是宋美玲第一次 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当中 1922年8月 孙中山家里举办的基督教晚会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玲 但是 两人在第一次见面之后 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直到1926年6月 在广州宋爱玲的家里 蒋介石第二次见到宋美玲 宋美玲娟秀的面貌 大方的谈吐 美国式的教养和气质 牢牢地吸引了蒋介石 用蒋介石的话说 他的才华荣德 都使我念念不忘 而再次见到蒋介石的宋美玲 似乎对这个应挺的男人 也颇有好感 受西方教育颇深的宋美玲 比那个时代的规格小姐大 据宋美玲回忆 当天两人就互换了电话号码 随后 蒋介石开始了对宋美玲的追求 他先是向宋爱玲夫妇 表达了对宋美玲的爱慕之情 之后便去拜访宋家的大家长 倪贵珍 希望能够得到认可 宋家母亲仔细琢磨了一番 总结了三个字 不合适 首先让倪贵珍新生芥蒂的 就是蒋介石复杂的感情生活 蒋介石之前的婚姻状况 宋美玲并非一无所知 交往不久 蒋介石向宋美玲 坦白了自己的过往 1901年 14岁的蒋介石 与第一任妻子毛福梅 在浙江凤华老家结婚 当然 不合适 蒋介石对宋美玲描述最多的是 1905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 随后蒋介石进了保定军校 接着又去日本留学 宋美玲当然知道 蒋介石的感情生活中 不止毛是一个 但他聪明的 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 而当蒋介石提出结婚的要求时 宋美玲只是温和地听着 据蒋介石后来说 他 并不感兴趣 蒋介石在早年间 非常的好色 常常穿梭于上海的花柳巷中 是个十足的洋场浪色 从后来所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这个毛病 他十分的矛盾 1919年2月 蒋介石曾在日记当中勉励自己 好色就是往自己身上抹泥巴 要不得 要甚至戒之 可没过几天 就因为见色起义 他在日记当中为自己记过一次 蒋介石 对于自己好色的毛病是深恶痛绝 但他又管不住自己 蒋介石的小妾姚野成 就曾经是一位花柳巷中的歌女 一次蒋介石为了躲避刺客 逃到了风月场所 就这样 他认识了姚野成 并娶为小妾 1921年 蒋介石娶了上海一位富商之女 陈杰如 此时蒋介石家里已经有了两位夫人 和一个小妾 丰富的感情经历 让宋家的大家长不能接受 宋美龄全家都是基督教徒 所以蒋介石要想和宋美龄结婚 理情复杂的男女关系 是蒋介石首先就要做的 宋家除了母亲尼贵珍反对之外 宋家的大哥宋子文 还有二姐宋庆龄 对于蒋介石追求宋美龄 都持反对态度 以宋庆龄最为坚决 宋庆龄曾说到 他宁可看到小妹死 也不愿他嫁给蒋介石 据说让宋庆龄强烈反对的原因 除了蒋介石早年间的放荡不及外 宋庆龄认为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目的不单纯 直指蒋介石贪图的是宋家的背景 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 是当时上海最早的买办之一 宋耀如热心传教和实业 同时也向往革命 在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中 宋耀如的捐助 曾在较长时期内 成为其重要的经费来源 宋耀如还让两个女儿 先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其中宋庆龄日后 更与孙中山结为考虑 也许 宋耀如与孙中山的这层关系 则以为蒋介石的升迁路 加油助力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蒋介石早在1922年 就开始迅速崛起了 无需再以寻求孙中山的声望 地位做庇护 他似乎无需通过 与宋家联姻 以谋求党政界的好感和支持 那么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 宋庆龄为什么反对 蒋宋联姻 宋美龄比谁都清楚 自己的二姐和蒋介石 走的不是一条路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 到4月15日 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 500多人被捕 5000多人失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412反革命政变 4月18日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 而宋子文与宋庆龄选择了武汉国民政府 政见的不一致 让宋庆龄和蒋介石 可谓是水火不容 可是仅仅三个月之后 蒋介石的视野跌到了谷底 令人意外的是 他的感情运势 却是一路飙升 1927年6月 宋美龄第一次给身在南京的蒋介石 写了一封信 这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一个月后 宋美龄与蒋介石相约在上海乡下小餐馆聚餐 蒋介石日记里留下了别有风味的记忆 随后 宋美龄在8月13日 听到蒋介石发表辞职宣言 并得知蒋介石回到故乡凤华 宋美龄没断了和蒋介石的信件往来 也就在蒋介石下野期间 宋美龄收到了蒋介石发出的求婚信 之后 蒋介石在日记中发表感慨 人生最美好的事 莫过于订婚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订婚了 在宋家的大部分成员都反对的情况下 宋美龄怎么会毅然决然的同蒋介石订婚了呢 宋美龄当时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幼年时的宋美龄 长得胖嘟嘟的 如果是到了冬天再穿上一件棉袄 那更是圆滚滚的 家人为此给她起了一个昵称 小灯笼 1908年 10岁的宋美龄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 然后就读于美国魏斯里女子学院 1917年 宋美龄结束了10年的刘美生涯 回到上海 当时清政府已经成为过去 宋爱龄已经嫁给了山西豪门之后 孔湘西 而且宋庆龄也不顾父母反对 嫁给了父亲的好友孙中山 二姐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 大大的刺激了宋美龄 宋美龄担心等刘湾学回国后 自己的感情生活会不会 也受到家庭的干涉 1913年9月至1917年6月 宋美龄就读于马萨诸塞州 维尔斯利学院 在这里她结识了终身的好友 爱马德龙米尔斯 这张照片就是两个人的合影 而两人的书信 在2003年宋美龄去世之后 被整理公开 从这些资料里面 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1917年6月 宋美龄从美国 马萨诸塞州 维尔斯利学院毕业后 与宋子文一同 从纽约启程回国 在回国的轮船上 宋美龄邂逅了 令她神魂颠倒的 一位外国建筑师 万奈施先生 在船上相处的时间里 两人互相吸引 当这位万奈施先生 提出要宋美龄嫁给她时 19岁的宋美龄动心了 回到上海后 父母对于这段感情 极力反对 一是不想让女儿过早的结婚 二 他们更不想让宋美龄 嫁给一位外国人 1917年10月16日 宋美龄给米尔斯的信中写道 在船上遇见我的命运之后 我乐于待在家里 也不想结婚 家里人的反对 让宋美龄这段还没开始的恋情 不了了之了 此时 一位大宋美龄15岁的男士 向宋美龄求婚 宋美龄非常明确地告诉她 自己并不爱她 但她又摇摆不定 让她犹豫不决的是 如果嫁给这位男士的话 自己便可以与她一起管理 数以百计的工人 这至少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面对没有爱情的感情 宋美龄徘徊在理智与情感之间 最终 她选择了放弃 在这些追求宋美龄的男士身上 我们多少可以看到蒋介石的影子 蒋介石 大宋美龄十岁 按现在的话说 视为大叔 家中有妻有妾 如果按照宋美龄以往处理感情的态度 蒋介石在第一时间就会被pass掉 在婚姻这件大事上 宋美龄始终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与蒋介石订婚之后 身边的很多人都分外吃惊 有人甚至说 蒋送联英是一场政治赌博 很多人都曾推测过 蒋介石与宋美龄是一段政治婚姻 而这推测中都少不了宋矮龄的身影 有人推测是宋美龄的大姐宋矮龄在一旁劝说 宋矮龄认为 如果把蒋介石的军力与孔家的财力联合起来 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 而自幼在美国求学 受美国文化影响 一直追求自由恋爱的宋美龄 会因此接受大姐宋矮龄的提议 决定与蒋介石在一起吗 1927年9月 在上海的茶馆里 人们会一边喝茶 一边聊一个最近最热门的八卦 他们聊的是一则声明 因为最近几天 无论是广播还是报纸上 都发表了这则声明 26号 蒋介石将早已修订好的蒋中正启示 交给了上海申报 一连刊登了三天 足见这份启示 对于蒋介石的重要程度 那么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呢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世 多有来含质疑者 因未及其蒙父 特此奉告如下 民国十年 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 其他两氏本无婚约 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 宋美龄在这段简明恶药的启示里 看到的 是蒋介石果断地结束了三段感情 早在1927年8月 蒋介石回到老家西口 用一纸离婚书 结束了与毛福梅长达26年的夫妻关系 小妾姚野城 在这则启示公布之后 便移居苏州 而当了七年蒋夫人的陈杰如 则在蒋介石的要求下 离开上海 前去美国求学 一则启示彻底结束了 蒋介石的三段感情 蒋介石这是急于结婚 着急 撇清关系 在这份声明发表的第二天 蒋介石便离开了上海 他去哪了呢 去日本 见岳母 在宋爱玲的安排下 下野的蒋介石到日本神户造访倪贵珍 当时倪贵珍正在游马温泉养病 这张照片就是蒋介石于1927年 到日本游马温泉时候的流影 倪贵珍的家庭背景 让他是一个地道的基督徒 而在基督家庭中 他们不能接受除了正常的婚姻关系外 还有其他的婚姻关系 也就有了之前 蒋介石果断地在申报上 一连三天撇清他过去的婚姻关系 除此之外 蒋介石为了让未来的岳母 尽快点头认下他这个女婿 他还答应倪贵珍往后会好好地照顾宋美宁 并且从现在开始研读圣经 倪贵珍这才算答应了这门婚事 1927年12月1日 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大华饭店 将举行一场备受瞩目的婚礼 参加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 在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的演奏中 蒋介石牵着宋美宁的手缓缓入场 在闪光灯下 众多中外知名人士见证了这场婚礼 小金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留起了小胡子 面部带有一丝的笑意 宋美宁呢 则是身穿白色香绿的礼服 而两个人身边 还有两个小花童 他们则是宋爱玲的两个子女 12岁的孔令仪 还有11岁的孔令侃 这段影片是宋美宁新婚当天 对国际媒体的谈话 在宋美宁面对镜头讲话的时候 一旁的蒋介石则不停地侧着脸 看向她的新婚妻子 甜蜜之情异于言表 也正如宋美宁所说的 宋美宁在蒋介石 接下来的政治生涯和生活中 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新婚总是甜蜜的 蒋介石 每人在怀 如愿以偿 自然是春风得意 1927年12月1日 蒋介石与宋美玲刚刚结婚 在1927年12月19日 蒋介石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九十起床 与三妹欢征 欢征 这是个很少见的词语 征当然就有吵的意思 然而却又是欢 炒得很愉快 结婚之初 宋美玲就感觉到 自己留养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 与蒋介石格格不入 首当其冲就是吃什么的问题 蒋介石是惯于吃中菜的 宋美玲却爱吃西餐 没办法 只能两人吃饭时各吃各的 可这哪是过日子啊 宋美玲有时就会与蒋介石 为吃什么而炒 不过炒归炒 宋美玲渐渐地 也会随着蒋介石的爱好 同吃中菜 这样小小的争吵 并没有影响 宋美玲与蒋介石的相处 蒋介石也会跟着 宋美玲的夕阳范 互相亲密搭拎 很难想象这种连吵架 都愉快的场景 有甜蜜也有争吵 而就在蒋介石 与宋美玲结婚之后 宋美玲的能力得以施展 也渐渐地介入到了 蒋介石的政治活动中 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军阀混战中 金钱常常是战争胜败的 关键因素 蒋介石在出兵之前就发现 后方的勤务 还有医疗等等方面准备不足 1928年4月6日 蒋介石致电在上海的宋美玲 要宋美玲准备充足的物资 5月5日 宋美玲赴电蒋介石 他在锦丽罗志请勿顾虑 宋美玲几乎都成了 蒋介石的后勤总管了 蒋介石与宋美玲结婚之后 宋美玲跑得最勤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大哥宋子文的家 往往一坐 就是一下午或是一个晚上 蒋介石结婚之后 宋子文转而成为了 蒋介石的支持者 1928年1月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 财政部长 只要蒋介石出攻打仗 也就到了宋子文的受难日 宋子文要多方的去筹募经费 甚至向国外订购武器 蒋介石要钱要得多 而且要得急 宋子文功应为难会发牢骚 有的时候他甚至会要挑走 在这种情况下 宋美玲往往就要充当调节者的角色 但很快 这种慰藉就不起作用了 1930年7月 宋美玲坐立不安 因为他知道 这时候正值中原大战军阀混战时期 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 前方物资短缺 为了应付战争经费 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宋子文索要军费 可是自己的哥哥宋子文拒不发放 情急之下 苏美玲说 那就把自己名下所有的房产存款都交给大哥 变卖了 如果是军费没有着落 战事失败 蒋介石也必会去难 那到时 我有什么脸面 在活着呢 据说正是宋美玲的这一番说辞 让宋子文大为感度 于是多方的去筹措军饷下发 正是因为宋美玲的一次又一次的筹款 才使得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 一次又一次的度过了危机 1937年8月13日 日军开始对上海大举进攻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 宣布实行自卫 抵抗暴力 宋青玲被盼望了多年的抗战局面 终于实现而激动 她和她的姐妹挽起了手 上海沦陷后 宋十三姐妹先后抵达香港 在宋爱玲香港家中 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宋美玲曾回忆说 这是三姐妹分开后 最轻松幸福的时光 1940年3月31日 宋十三姐妹抵达重庆 4月7日 宋美玲邀请重庆党政军 及妇女界知名人士 出席蒋介石在黄山官邸 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1940年4月18日 宋十三姐妹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 和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 向美国人民发表了演说 争取国际支持 1942年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 蒋介石常常为了物资短缺 急得跳脚 在一旁的宋美玲决定 为蒋介石取募款 1942年11月26日 宋美玲借着治疗长期皮肤病 寻麻疹的由头来到美国 此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蒋介石的特使 为了获得物资援助 宋美玲首先与罗斯福总统进行会谈 但是罗斯福并没有承诺 送更多的作战物资给中国 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 更多的支持与同情 宋美玲决定 在1943年2月18日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在国会的演讲之前 宋美玲对她的演讲稿的内容 是经过几番琢磨 演说会当天 宋美玲穿着一件黑色旗袍 出现在美国国会议员们的面前 宋美玲成为第一位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 她劝说美国将注意力 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 演讲结束后 一位议员对记者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宋美玲几乎让我们落泪 随后 宋美玲在美国公开发表了七次演讲 最直接的 就是争取到了美国对华 更多的军事援助 珍珠港事件以后 美国虽然在逐步增加对华援助 但是1942年6月 美国通过印度加尔哥达 经喜马拉雅山驼峰 直达昆明重庆的空中航线 每个月只有40余架飞机 给中国的物资援助 只有1000吨左右 这与中国战场的需求量相比 无异于杯水车薪 事实表明 宋美玲访问美国之后 美国在圆滑飞机数量 空运物资都内方面 都有重大突破 1944年上半年 美国圆滑空军飞机超过了500架 下半年 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来华物资 每月超过46600多吨 宋美玲的演讲 向美国朝野宣传了中国抗战情况 争取到了美国对华更多的军事援助 推动了美国各界对华募捐 促成了美国国会 废除排华法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 宋美玲就帮不上忙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御人天皇通过广播发布中战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 东京湾美国战略舰密苏里号上 日本外相崇光魁正式签订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落下帷幕 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悍然挑起内战 1948年 为了挽回国民政府覆灭的命运 宋美玲决定再次访美 但是这次宋美玲没有国会演讲 没有白宫招待 好不容易见到了杜鲁门总统 但对方完全不买账 1949年 解放军势如破竹 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 蒋介石不得不离开大陆 败退台湾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 他与宋美玲在台北市福林路上的 士林官邸 度过了25年的相守时光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蒋介石把大量的公务 都交给蒋经国去处理 从而拥有了不少的闲暇 在士林官邸宽大的花园中 在树木掩映着山间小道上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蒋介石与宋美玲 手挽着手 并肩漫步 低声细语 1969年9月16日晚上 台北荣民总医院 三辆凯迪拉克呼啸而至 两位出交通事故的患者 一起被送到急诊室 急诊室里 医生 护士 冲进冲出 忙作一团 9月的夜晚 还算是凉爽 可是医生 护士们 都紧张地出了一声寒 因为今晚送来的这两个患者 可不是一般的人 刚被送来的时候 窗户旁边的那位女士 一直昏迷着 而旁边的男士呢 满脸是血 衣服上 也沾有血迹 可能是因为流血过多 她十分虚弱地靠在床边 让医生帮忙 处理伤口 没多久 靠窗户的那位女士 醒了 接着便是满急诊室的叫疼声 哎呦疼死我了 都是安全工作 没有做好 让我受苦 紧接着 她又嚷嚷着 让医生给她做一个 全身的彻底检查 您可能没有想到 那个操着上海话 一直在喊疼 毫无风度的女士 便是平时在人前 最讲究礼仪风度的 宋美龄 而与她一同被送到医院的 那位男士 则是她的丈夫 蒋介石 而导致蒋介石与宋美龄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 是发生在1969年 9月16日下午的一场 不同寻常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可是这个词似乎和蒋介石 挨不上边 但是如果说这不是事故 是暗杀 那么这倒是可能发生在 蒋介石的身上 1912年 出社政坛的蒋介石 首先经历的大事 就是暗杀陶成章 而暗杀陶成章 也成了民国时期 用暗杀手段 对付政敌的先例 蒋介石之后便把暗杀 作为对付政敌和对手的有效手段 自他掌握国民党的统治后 暗杀事件层出不穷 而他的对手和政敌也群其效仿 纷纷把枪口瞄准了蒋介石 最著名的一次 莫过于民国第一杀手王亚乔 对蒋介石的无次暗杀 而在庐山的一次暗杀 差点让蒋介石丢了命 在台湾 蒋介石对于自己的安保工作 影响是十分注意 每次出行必定十分的谨慎 蒋介石每次出行的时候 都会由四五辆 同一类型的汽车 组成车队出行 这张照片上的凯迪拉克 正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 最常用的作家 车号为0888 而在这辆车的前面 是一个五人座的 凯迪拉克被称为先导车 随后是蒋介石的座驾 和替代车 第四辆则是侍卫的车 第五辆是秘书人员的座车 蒋介石出行 车队可算是把方方面面都吓到了 至于为什么车队里 是一系列的凯迪拉克 据说是因为宋美龄 特别钟爱凯迪拉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凯迪拉克一直备受 美国各界总统的青睐 1953年 艾森豪威尔乘坐一款 首批量产的凯迪拉克 Eldorado车型 在其总统就职典礼上 精彩亮相 在蒋介石看来 美国总统看中的车 想必绝对可靠 我们翻阅了台湾早先的特别警卫纲要 从中我们发现 蒋介石出行的车队 完全是仿照美国总统出行的模式 首先 沿途要周密部署 由军警站岗方哨 并且在关键的地点进行清场 即使有了如此靠得住的车队 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 事还是来了 更差点要了他的命 这场不同寻常的消通事故 让蒋介石与宋美龄都住进了医院 事实证明 这次交通事故 成为了蒋介石的催命符 说他不同寻常 首先 蒋介石十分的小心谨慎 他的安保工作做的是滴水不漏 怎么会出这种叉子呢 再者 蒋介石的车队 可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看得见的 因为蒋介石出行 是要戒严的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先后在台湾各地建造行馆27处 而每个行馆都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 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士林关顶 是蒋介石在台湾最主要的居住地 1969年 台北 住在这里的人似乎都知道 中山北路五段 还有福林路的交叉口 能不走 就不走 因为蒋介石就住在这个交叉路口 东南侧的 士林关顶 在平常的日子里 蒋介石每天早上九点 要去上班 从他居住的士林关顶到他的办公室 全程约四公里 别看只有短短的四公里 可没让人少费心思 在这四公里中经常会有穿着便衣的人 手里做着自己的事情 眼镜 却盯着周围 所发生的一切 一方面 他们要防止一切变动 另一边 等待着蒋介石的车队 蒋介石的车队经过这里 路口的这个红绿灯 甭管上一秒是红是绿 下一秒 车队经过 一律变律 可以说 这个红绿灯 对于蒋介石的车队来说 就是个摆设 只要是车队经过 那么路口就会交通管制 保证他顺利通过 蒋介石出行如此的大张旗鼓 安保措施够严密的了吧 但在有一个人看来 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 提出意义的人 就是严家干 严家干 时任台湾省主席 作为蒋介石的副手 严家干 看到了会对蒋介石安全构成 隐患的地方 在从士林关底 到总统府的途中 会经过铁路与公路的交叉道路 有火车通过这里的时候 蒋介石的车队 就要停车等候 我们都知道 列车通过是有时间表的 稍微查一下 就可以避开等候火车的时间 可是要蒋介石 按照火车的时间表 出门办公 也是不可能的 曾经担任保安司令的 严家干琢磨着 像这样的路段 旁边的小树丛 很容易成为掩护 狙击手的屏障 虽然蒋介石的座驾上装配有高级防弹玻璃 但是以当时防弹玻璃制造的水平 其实一把普通的狙击步枪都可能让蒋介石丧命 不想等 难道要火车改道吗 这个不现实的想法马上被抹去了 修一个公路桥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仅仅因为一个人 就修桥 这也太奢侈了 可是在严家干看来 再奢侈 也没有蒋介石的安全重要 说干就干 台湾省铁路局与台北市政府 在严家干善意的建议下 开始动工 没多久 桥修好了 并被命名为复兴桥 可是 还有让严家干发愁的事 1969年的台北 像这样的桥下面 一般都会有老百姓 摆个摊 做个小买卖什么的 复兴桥修好了 老百姓心里也知道 这桥是修给蒋介石的 那桥上面你蒋介石走 我们在桥下总可以摆摊 做点买卖吧 可是没过两天 来了个人 贴了一张告示 内容非常简单 桥下不许摆摊 原来桥下有人摆摊的事 让严家干给知道 于是他下令 不但桥上要戒严 桥下面也要戒严 因为修这个桥的目的 就是顾虑到蒋介石的安全 如果桥下人员混杂 假如有人想炸桥 蒋介石逃都逃不掉 摆摊的老百姓都走了 这座桥也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 下面没有小摊小贩的桥 对于严家干的这番举动 蒋介石当然不会拒绝 他还跟严家干说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严主席深谋远虑 书刊家讲 如此严密的保护 就差把蒋介石装到铁桶里头 可正像蒋介石所说的 这万一还是发生了 1969年9月16日深夜 台北街头不同于往日 街道上的军车来往穿梭 整个台北都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中 不断传出蒋介石夫妇遭遇暗杀的消息 当天晚上满身血迹的蒋介石 和已经昏倒的宋伟玲 被紧急送往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 而导致蒋介石夫妇被紧急送往医院的原因 正是当天下午发生在台北阳明山上的 一起不寻常的车祸 说这场车祸不寻常 第一点是蒋介石的安保工作如此的严密 怎么还会出纰漏呢 第二 车祸发生的地点不寻常 车祸发生的地点就是这里 台北阳明山的仰德大道 这条道也是专门为蒋介石而修的 这和蒋介石多年来的一个习惯有关 每逢夏天 蒋介石就要去阳明山避暑 蒋介石出到台北时 不大适应台湾的海岛气候 住在阳明山上 原台湾唐业公司的招待所 在阳明山住下后 蒋介石不但觉得那儿清静 而且夏天也比较凉爽 所以之后蒋介石便养成了一个习惯 只要每年六月间没有特殊情况 蒋介石和宋美龄就会搬到阳明山去避暑 直到十月前后才会下山回士林官邸 仰德大道正是为了方便蒋介石上下阳明山官邸 而拨砖款修建的 除了山体比较陡峭之外 这条大道堪称是当时台湾最高级的一条公路 直到现在 仰德大道依然是台北士林区通往阳明山的主要道路 也就是在这条花重金修建的仰德大道上 竟然能发生车祸 难怪有人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 就在车祸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 1969年9月16日上午 一切还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没有丝毫的预兆 蒋介石身材奕奕的主持了军事会谈 台湾军方高级将领都出席了那一天 在阳明山举行的会谈 照例会谈在宣读蒋介石的训词声中结束 下午会谈进行分组讨论议题 蒋介石一向不参加分组讨论 大约中午十二点半左右 蒋介石即离席回阳明山关底 吃中午饭休息 蒋介石从1925年起 一直到1972年 一直保持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的日记原件 目前是被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胡佛研究院档案馆 我们从中找到了一篇他记录的车祸当天的日记 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与其乘车巡视市区 不料回程至村头时已黄昏 或而坐车与前导车相撞 日记的后半部分我们稍后再看 现在我们要看的关键点是这句话 与其乘车巡视市区 我们翻阅蒋介石日记中 与其乘车巡视 还有车游这样的字样非常常见 意思呢也就是东风 每天下午的四五点钟 蒋介石喝过下午茶 用完点心之后 通常会主动的去找宋美龄 问他 达林你要不要去车车呀 这个车车就是东风的意思 在蒋介石的这种挤进卖蒙的邀请下 宋美龄当然不会拒绝了 接到蒋介石夫妇要去车游的消息之后 蒋介石的侍卫们就习惯性的忙活起来 安插便宜港哨 交通管制 总之一个不拉的准备起来 可侍卫们不知道 与往常无异的行程 在1969年9月16日出问题了 1969年9月16日下午四点钟 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乘车到台北 近郊东风 五点钟左右 两个人东风回来 车队向着阳明山逝去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平静 可就在仰德大道的永福附近 平静被打破了 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 仰德大道前进 到领头永福附近的地方 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 停在永福附近一出站牌 等候乘客上车 当蒋介石车队的仙道车 第一辆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 距离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两三百米的时候 忽然有一部军用吉普车 从客运班车的左后方超车窜出 迎面朝着仙道车及时而来 仙道车的司机当下立刻踩刹车 与这辆吉普车擦身而故 紧跟在仙道车后方的蒋介石的坐驾反应不及 硬生生地朝仙道车的后车厢撞去 这次猛烈的撞击 让蒋介石的坐驾车头和仙道车的后车厢 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整个车头都被撞得凹陷了 如此强烈的撞击 想必车内的蒋介石和宋美玲 也好不到哪儿去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谁也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 当时蒋介石坐在车的右后座上 正以着拐杖闭目养神 坐在车左后座的宋美玲 则是习惯性地翘着二郎腿 看着窗外的风景 当蒋介石的坐车 撞向前方的仙道车时 不管是司机还是蒋氏夫妇 谁都没有准备 车火发生之后 后面的两辆凯迪拉克赶紧停车 侍卫们慌忙跳下车查看 眼见着肇事车辆 一六一二 跑了 只留下了一片凌乱的车祸现场 还有车队所留下的那一路的刹车痕迹 那么蒋介石的坐驾里面 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车内折断的拐杖 带有血迹的夹牙 还有宋美玲掉落的高跟鞋 侍卫们赶紧把摔下座椅的宋美玲 搀扶起来 而蒋介石则是在嘴唇附近 鲜血之流 车祸发生的太突然 蒋介石的身体猛的向前冲去 直接撞到了驾驶座后侧的隔板上 他手里窝的拐杖 当场折断 蒋介石的假牙在撞击的瞬间也飞了出去 嘴唇当场就被撞出血来 胸口更是一阵剧痛 而宋美玲颈部受到重创 她的膝盖也撞到了前方的玻璃隔板上 疼得她大声惨叫 高呼救命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宋美玲还一度昏厥 其实蒋介石的这辆座驾十分的坚固 因为她经过特殊的改装 可也许您不知道 正是因为改装 使得蒋介石原本七分的伤 变成了十分 问题就在车内被拆掉的座椅 现在我们拿这两个座椅 为您做一下演示 蒋介石的这辆凯迪拉克 是美国通用公司 1958年生产的四门七座轿车 它配备有防弹玻璃 车整体是长六米多 宽两米 车内的空间本来就很大 但是为了能够让蒋介石 在车里乘坐得更为舒适 使他的腿能够自由地伸缩 车里的其他多余座椅都被拆掉了 这样前后座椅的距离 要比普通的轿车大的多 这也就使得撞击时的力度 相对也加大 可在车祸现场 侍卫们都被吓得惊慌失措 哪还有工夫琢磨这些事呢 暗杀见过 可车祸这档子事 刺打他们保护蒋介石以来 还是第一次遇上 车祸案发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 秋天的时候 太阳总是会落得比较早 光线也十分的昏暗 在后面 护卫车上的代理室卫长 孔令胜赶紧下车查看 但是肇事车辆早已经逃之夭夭 孔令胜的第一直觉 这是否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呢 因为像交通事故这样的事 发生在蒋介石的身上 太不可思议了 蒋介石的生活作息一项规律 而这规律很有可能成为有心者 实施暗杀的计划表 车祸发生的地点是在仰德大道的拐弯处 仰德大道是依山而建的公路 因为山是陡峭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下午五点钟 天色不暗这个时间点 是否也是有心人计划好的呢 车祸发生之后 哪里顾得上那么多呢 把蒋介石夫妇赶紧送医院 才是最要紧的 带随车的医官 检查过蒋介石夫妇的状况 确定两个人没有生命危险之后 侍卫们手忙脚乱的 将蒋介石夫妇送到了台北最好的医院 荣民总医院 也就有了 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幕 到了荣民总医院 带蒋介石夫妇被推进急诊室 几乎吓呆了的孔令盛 这时才响起下令 紧急寻找那辆闯祸逃跑的吉普车 并立即打电话给蒋经国 告诉他蒋介石夫妇出车祸了 1969年9月16日下午 蒋经国正在行政院里开会 当得知蒋介石和宋伟玲遭遇车祸时 蒋经国的心都揪了起来 作为一个儿子 蒋经国想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出行一向谨慎小心的父亲 会遭遇车祸 肇事车辆现在又在哪里 尽管心中有无数的疑问 但是蒋经国明白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蒋介石和宋美玲的伤势究竟如何 蒋经国到了荣民总医院 马上前往病房探望 叫腾叫得最厉害的是宋美玲 他的腿部膝盖略有拉伤 脖子也有一些扭伤 蒋经国初步的诊治 主要是嘴唇小范围的撕裂伤 下体阴囊瘀青浮肿 这样看来好像伤的并不重 但在当时宋美玲与蒋介石 都已经分别是73岁和83岁的老人了 这样的车祸 他们还能不能扛得住呢 按照医生的叮嘱 决定在医院住上两个星期 孔明胜把车祸发生的 经过一五一十的 都告诉了蒋经国 而肇事的吉普车 却不见了踪影 吉普车 蒋经国顺势问下去 什么样的吉普车 车号记下来没有 这下可算是问住孔明胜了 那种慌乱的情况下 哪还记得车牌号啊 完全没印象 在问问一旁的侍卫 一个个也摇头 但是孔明胜的一句话 让蒋经国这个台湾岛内的特工之王 神经一下敏感了起来 孔明胜说道 车牌号因为慌乱不记得了 但是可以肯定 那是一辆军用吉普车 那就是说 这肇事车辆肯定是军方的 在蒋经国看来 只要挨上了军方 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再加上 得知那辆肇事的吉普车 片刻未停 便逃跑的情况之后 蒋经国似乎可以断定 这就是一起 蓄意制造的车祸 目的是想暗害蒋介石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 对台湾的统治日益严密 经过多次整肃之后 不仅逐一排除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 还通过整顿军队彻底解决了 在大陆时期令他头疼不已的杂牌军 使整个台湾岛内的军队都变成其嫡系部队 到了六十年代末 蒋经国已经掌握和控制着台湾的警察 宪兵和情报特务机构 似乎可以说台湾已经成为蒋氏父子的天下 但是蒋氏父子依然担心会有漏网之余 有人伺机篡权 在蒋经国看来 这次车祸很有可能就是反对派 针对蒋介石而来的 想一想当前的形势 再加上赵氏的车辆是军方的 蒋经国似乎可以确定 这绝对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 得出这个结论后 蒋经国马上下令 命令县兵单位封锁阳明山道路 以及总统府沿线 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 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 查明真相 那个年代没有交通摄像头 没有实时监控 想要找出肇事车辆 盘查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 于是整个台北市各路军警紧急出动 当天晚上 台北市内的大街小巷 宪兵和警察的车辆到处奔驰 在中山北路 一路上都有宪兵在沿路盘查过往的军车 阳明山乃至整个台北 都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之中 有一个细节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蒋介石出行 沿路都布置有便衣港哨 但是当天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沿途的港哨 任凭赵氏吉普车逃脱 不知其踪迹 事故之后 整个港哨 又像个摆设一般 没有关于赵氏车辆的任何消息 军警和情职人员追查了整整一天 可是关于那辆赵氏的军用吉普车 没有任何消息 虽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可是按照蒋经国的要求 军警和情职人员 还是每天都要到行政院 去找蒋经国汇报 当时蒋经国正在看文件 情职人员向他报告说 目前还没有赵氏车辆的任何线索 不过还在继续查 蒋经国一向看似友善 此时 他和尚文件 啪的一下摔到了桌上 他拍着桌子说道 告诉你们 不管有多难 务必得给我查个水落石处 谁都清楚 这起车祸案 如果不找出赵氏的军车 绝对不会草草结案 为了尽快破案 蒋经国下令 联合指挥部 县兵司令部调查组 还有警方 要成立专案小组 务必要找到那辆赵氏的军车 找不到赵氏的车辆 蒋经国着急 一方面 他很难向自己的父亲交代 这么久了 连辆车都找不到 另一方面 这个赵氏者 究竟是什么目的 如果说他可以暗杀 他的父亲蒋介石 那么他就可以暗杀 他蒋经国 因此 务必得把这个人 给揪出来 专案小组 只专注于盘查军车 可是这赵氏的军车 哪会等着你去查呢 肯定 不知道躲到哪了 专案小组的成员们 正为这两个月 每天都得看着 蒋经国的脸色发愁的时候 一位老探员 出了个主意 既然是军用吉普车 跟民用吉普肯定不一样 那查的方法也不一样 军方在出车时 会有相应的记录 只要把那天外出的军用吉普车 逐一登记 进行摸牌 也许就能找到线索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 专案组很快就找到了 那辆赵氏的吉普车和车主 原来那是一名陆军师长的 专用吉普车 我们查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台湾国使馆的解密档案 在这其中 没有关于这名师长的姓名 以及长相的记录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当得知找到这位师长之后 蒋经国马上就对这位师长 进行了审讯 他为什么要对蒋介石实施暗杀呢 他又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呢 听说肇事者被找到了 蒋经国也顾不上什么越级的问题了 他要亲自审讯 那位师长被押接到审讯室 一看蒋经国在那儿 心里一阵打鼓 按了太子爷亲自审讯 看来自己这次真是犯了大事 听蒋经国说自己要暗杀蒋介石 这位师长赶忙否认 没有没有没有 自己绝对没有要暗杀蒋介石夫妇 车祸发生的当天下午 自己参加完军事会议已经四五点了 急着赶回家与家人吃饭 就叫司机快点开 当他的吉普车在仰德大道上狂奔时 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一起车祸 也不知道当时发生车祸的正是蒋介石的坐车 蒋经国也不傻 你不知道那是蒋介石的作假 那你跑什么呀 于是蒋经国问他 那当时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反而一溜烟跑了呢 那位师长辩解说 自己真的不知道 那是蒋介石的作假 但一看车队一水的凯迪拉克 从车队的豪华程度 还有那种气派上看 车里坐的绝对不是一般人 哪敢停车呀 还不赶紧跑 发生交通事故的那天晚上 整个台北紧急排查军车 他就觉得踏实不妙了 再一打听 听说被撞的是蒋介石 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这位市长琢磨着 要是自己不说 司机不说 说不定就能瞒过去 市长带着司机两人 开着车一起逃窜到了南部乡下 想要躲躲风头 让这位市长想不到的是 这辆军方吉普车是登记在案的 这回他肯定逃不掉 想必这位市长的这套说辞是被蒋师父子接受 最后蒋经国下令 以伤害最高领袖罪 给予这位少将市长撤职查办的处分 而那个驾驶吉普车的司机呢 被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军阀审判 最后是死是活 也没有定论 当暗杀的可能性被排除之后 两个肇事者受到处罚 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在蒋介石的官邸内 则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肇事的真凶还逍遥法外 而他们所说的肇事的真凶 就是蒋介石坐驾的司机 徐达生 徐达生任蒋介石的侍卫三十多年 一直以来没有犯过什么大错 而这一回被指认为是车祸案的元凶 这中间究竟有什么缘由呢 车祸发生的时候 蒋介石车队的先导车 先是紧急刹车避免了与肇事车辆的碰撞 紧跟在仙道车后方 蒋介石坐车的司机徐达生 原本也应该紧踩刹车 但是可能是一时分神 也可能是紧张过度 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 轰的一声 整辆车硬生生的朝仙道车的后车厢撞去 蒋介石夫妇也深受重伤 在车祸发生后不久 徐达生也承认了自己所犯的过失 按道理说 徐达生的过错和师长相比更为严重 可是徐达生非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还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 苏美龄甚至还说 错不在徐达生 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 而市卫长孔灵胜则受到了停生一年的处分 让人堪忧的是 这起车祸 你要仔细琢磨 其实也并非意外 1969年 在台湾岛内 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肇事者多为军车 当事者则多为平民百姓 军车哪怕在陡峭的山路上 车速都超过60公里 面对军车的肆无忌惮 平民百姓也只能忍气吞声 见怪不怪 而蒋介石这场车祸 也只是其中的一例 车祸案发生之后 人们对于这场车祸是由谁造成的 这是否又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 争论不休 试图辩证真伪 而对于这场车祸的当事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 对于车祸这段经历 有这样的记载 在日记中 蒋介石短短一句话 描述了车祸发生的过程 而对于他与宋美龄 都受重伤这件事 蒋介石反而更担心宋美龄的伤势 认为宋美龄的伤势更重一些 而蒋介石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场车祸发生的两个月之后 蒋介石的心脏出现了致命的问题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医院急救后 医生在初步诊查时 仅发现蒋介石的外伤 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 车祸发生当时 蒋介石的胸部受到碰撞 有震痛 但事后并没有觉得胸部有任何不适 所以压根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 车祸发生的两个月之后 蒋介石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做例行检查 在新念图检查项目中 医生发觉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在蒋介石心脏大动脉的部位 传来了一阵阵的杂音 后经证明 杨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 蒋介石的心脏主动脉绊膜 曾受到了重创 这也是日后导致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心脏衰竭成为了蒋介石 晚年生活苦难的开始 车祸发生之前 蒋介石已经83岁了 不论春夏秋冬 每天早上五点钟 士林关底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 蒋介石就会起床 他会先倒上一杯白盖水 等他冷却到六十度再喝 之后他会在阳台做做早操 背诵一些诗歌 二十分钟之后 他会回到房间里 写写日记 看看报纸 遇到有意思的事情呢 他还会用笔 把他们给画下来 大约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他会换好衣服 准备出门上班 如此规律的生活 在车祸之后 就再也看不到 车祸案结束了 原本该受到惩处的蒋介石司机 没有受到处罚 原本在车祸中 过错不中的赵氏司机和师长 被淹除 而这一场车祸 带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创伤 是致命的 宋美龄的腿部 受到相当大的创伤 直到晚年 每逢冬天都会不适 难以行动 车祸发生前 蒋介石一年四季 只有几次小感冒 车祸之后 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 经常卧病在床 他曾经对来士林官邸 看望自己的严家干说 阳明山上的这场车祸 至少让我少活二十年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再次做例行体检 一时发现 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蒋介石心脏又明显扩大现象 严重时 甚至连呼吸都困难 车祸的后遗症 一天比一天凸显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 蒋介石最终因心脏功能衰竭 而病逝于台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